我要带你来关心了 今年的 另外要带你关心了 今天的台湾疫情的变数又一次出现了 变化了 经常有确诊者在新北市 以及宜兰等地来出没了 我们来听一下疫情指挥中心的最新说法 与仿制组的周恩祥庄组长 以及医疗应变组的罗伊军副组长 以及我 也同时在会场上来回应各位 现在先请我们指挥官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今天工作的一个状况 各位记者女士先生 大家好 我们今天大家跟他宣布有 事例加上其中有11例的案例 那事例是境外移入 那都从印度 那其中有三位 是在前线5月8号 5月8号入进来的飞机 他扮演变作1204到1206 那都是50多岁男性 40多岁女性 20多岁的男性 都是本国籍 那 在去年12月 今年3月2月到印度工作 那其中1204他没有症状 那1205 1205在4月24 4月26 陆续出现相关的症状 1206 在5月3日也出现症状 那他们都是5月8日 呆同一班机返台 那大级前3日的检验陰性报告 那1204入境后到几天所检疫 竟在5月9号接受裁检 那按1205 及1206 是在入境的时候 有告知说有相关的症状 所以在机场裁检 那三人介于近日确诊 按1204 CT值29 1205 CT值30 那就是说昨天已经有公布两个案例 他们是该班机总共有5个人确诊 那全机70亿人 介于昨日列为居家隔离的对象 他本来是居家检疫 那按1207 在第二 在昨天 他长期在台工作 是印度籍 今年4月22日返回印度处理失事 5月9日再来台 那有大级3日的阴性报告 那在集中检疫所检疫 那5月10号接受裁检 那今日确诊 B值30 那在台期间没有症状 那同班机的接触者一人列为居家隔离 印度在这两天的在民航班机回来的 总共有73位 那全部在检验到目前就已经有5例 那前天回来都检验完毕了 那昨天回来的那仍然在检验中 那另外我们新增了7例的本土的案例 那1例为1187的接触者 1187的接触者 那这个列为1201 是12 40多岁的女性 是1287的同住家人 那近期没有出国死 也没有疑似的症状 那因为1187检验确诊 那9月 5月9号 请为了单位安排 我们就是在居家隔离 那也裁检 那今日确诊11-22 那接触者3人 介于匡列为1187的接触者 所以没有重复再重复的匡列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比较多的一个案例 这里面大概应该是说有 两企 两企的一个不明感染 目前还是不明感染源的 的一些社区的感染 那分作两块 那一块是1202 这一群 那他这群里面总共有 1202 1208 1209 1211 这样的一个群聚 那另外在另外一个就是在 新北的卢州 那也有一起 那这1201是本国级40多岁的女性 是 有没有 1202 现在讲1202 1202为本国级 30多岁的女性 那宜蘭罗东镇 中镇北陆 迎合百家乐 那地址是宜蘭县罗东镇 中镇北陆42号 至2 那基本上他在发病前可 可参染期5月7号 8号 9号 他都上这大夜班 就临时到8点的班 那上下班都骑摩托车 那他因为在5月9号出现发冷 全身无力 咳嗽发烧等症状 在医院就医剂裁检 那近日确诊 施地值20 那在个案有一个清室室内密闭拥挤的场所 且顾客停留时间比较长 传播风险较高 卫生单位接获 那速度很快 他们昨天晚上接获这样子的情况下 他就立刻展开相关的疫调 那先匡列了37名 那陆续还会在匡列中 那37名很快 他们就 已经踩了35名 那 也立刻检验的报告 也就17个阴性已经出来 那阳性4位 检验中14位 代踩2名 那我们非常谢谢 这卫生局的行动非常快 在 其实我想他们昨天晚上大概都连夜 都没有睡觉 那把这个疫调做得非常的迅速 那他这里面的相关 1208 1209 1210 1211 他是1202的同事 1208的CT值是11 1209的CT值是20 1211的CT值是25 那皆为女性 年龄介于10多岁到40多岁 其中2人无症状 那其中的1211到5月8日 他就有一个不适的情况 那按1211为游戏场 游戏场的常客 CT值12 30多岁的男性 5月9日曾有咳嗽 腹泻的症状 那这5名的 的游戏场相关个案 近期皆没有出国 那持续要调查他的活动史及接触史 已厘清感染源 那因应本期的群聚事件 该游戏场即日提止营业 全数的员工居家隔离 并采检 那今天开始 卫生单位 已经开始进行环境的消毒 及防治的措施 那另外请游戏场 因为他是整栋 整栋都是有些相关的游戾的 的场所 请该这个游戏场同动其他资产及业者 进行员工造册 及健康监测 如果发现有COVID-19相关的症状 务必通报 卫生单位 以指定方式就医 不可自行就医 那另外一起的 本土的案件 一二零 一二零三 一二零三 一二零三是本国籍60多岁的男性 那也是近期没有出国室 5月7日出现疲倦 咳嗽 胃寒等情形 那5月9日因发烧到医院就医裁检 那今日确诊CT18 那感染源也带厘清 初步掌握个案接触者 115人都列为先列为居家隔离 那其他接触者持续调查 旷列中 那这也是在 这个是上面看到的 是一二零三的公共场所的活动室 那这些都是根据他的一些口述 的一些活动室 那我们当然还有经过警证相关 单位在予以 确认 那5月4号晚上在金华亭餐厅新北市 新庄区中港路199号 那5月6号在下午4点到5点半 再来来按摩 卢州长安店 新北市卢州区长安街 116号 那晚上在大风车婚宴会馆 在新北市卢州区急占路395号 那这案子都要 在 在5月20号 如果有相关的情况 都要跟 卫生单位来做一个通报 那这一二 两期1202的活动室 1203的活动室 那当然其他的 相关的活活动室 我们有报告 就会跟大家来做进一步的报告 好 那 另外 我们本来那天是到5月17号的 全国议员及长照机构 那我们要延伸到6月8日 6月8日 除例外情形停止开放 探兵及探室 陪伴者 陪伴者人为一人 那跟原来的规定 是一样 那相对本来跟大家报告之后 我们在 社区感染的边缘 那我们大概可以把它有出现导致零星社区感染病例 那感染 有不明的本土个例 那 三是单周出现三件以上的群聚 那四就是本土 的病例快速增加 那是把它分作 这样的四个级 那本来是在一级 以前 那现在 因为出现了感染不明的本土病例 我们就 宣布我们这个疫情 这样的一个 集会的指引 就升到第二级 第二级 那当我们 这个时间辞世的日子到6月8号四周 观察两个循环 那对于就是说避免 我们要求避免出入人 多拥挤的场 场所 高感染传播风险产域 那民众必须依照 规定全程佩戴口罩 未遵守规定 且 劝导不听者将严格开发 所有的集会活动 需落实确保民众维持 社交距离或全程佩戴口罩 使用隔板或 实联制 体温量测 消毒 人流管制 总量管制 动线规划等措施 那否则应该要缓办 暂缓办理 那三 原则上停办室外500人 以上 室内100人以上的集会活动 就是原则上 这些超过500人的室外 超过 100人的室内活动 我们希望是能够停办 但上述集会活动 若能採固定座位 且为梅花座 十连制 全程佩戴口罩 禁止隐私 得提报防疫计划 报警地方主管机构 核准后实施 那营业场所及公共场域 应确保民众维持 社交距离或全程佩戴口罩 使用隔板 并建立十连制 执行量测体温 手部消毒 环境消毒 人流管制 总量管制 动线规划 等防疫措施 那如果无法落实前述的措施的场所 应该 要暂停营业 那必要时将强制关闭休闲娱乐 相关的营业场所 及公共场域 若没有办法遵照这样的一个规定 那 那餐饮业应落实用餐十连制 环境定期 清洁消毒 从业人员佩戴口罩 清洗手 协助顾客量测体温 手部消毒 公块母持等个人防护的措施 非特定对象 并说共餐时需维持 适当距离或使用隔板 那无法落实前述 前述措施者 建议民众外带用餐 那双铁 台铁 高铁 客运等大众运输 禁止饮食 那5月15日起 那双铁 层级 层级 层级列车 进站票 好 那下面的 上的措施 将由各目的 事业主管机关及地方政府 加强督导及集合 请民众务必配合 共同严守社区的防线 那另外在 相关这几天的个案 採检的 结果 这已经弄过 那另外1183 1184的接触者 那已经都採检完毕 那应兴21名 阳兴1名 大概就是1187 大概就是1183 传给1187 那仍然有两个检验中 那很快就会有 结果出来 那方案的一个 扩大 採检的方案 现在已经 大概也只有剩下18人还没捡 等于是总共捡过了 1261人 总共捡了12679人 那因为18名 都属于就是说修长假 留职停薪停飞 这些基本上很多也在国 国外 所以将来 有活来我们都会採 那不过这个 扩大採检方案 我们就除非要有新的案例 那否则 我们就不再跟大家做报告 这当作一个结案 好 我们今天先报告到这里 另外 华航这个案子在 这两天有人在就讲就是说我们是不是 本来就是说14天是没有办法 那天我主要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一时 之间要像以往这样子 都全部召回居家检疫 14天 那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那经过这段时间大家的研议 那跟 华航一直这样做一个比较 详细的磋伤才会握贴 那个长 2.0的清零方案 那基本上这样的一个清零方案可以确保 社区的一个安全跟机师的一个 格局 那运量当然以往航的估计 大概都可以维持 到八九成 那不至于对 公司的营运 或者是对于就是 社会经济 我们在外貌上面 基本上 他影响会减到最低 那但是我也要讲就是说 那这样 其实 这个方案其实就对机主委员非常的 辛苦 整体的轮回的时间会比较长 那我要讲说 谢谢华航的机主委员的 配合 好 现在有问题要提出来 来 部长好 想先针对就是今天罗东一口气出现的 那个五名有一场的这样的群聚的事件 我们有比较初步了解说 他可能的感染源 是什么 那 那个这个1.202目前算是找到最早发病的 个案吗 那他有 他的之前有曾经 就是接触过哪些人 我们现在有初步的了解 谢谢 现在只能就是说 把他职场的相对都 先匡列起来 那至于怎么样的一个感染源到现在 还没有就是说连接上可以想象的感染源 那初步可以判定大概跟 这个航空公司这个的关系极低 我们也确定一下以前人的 足迹 跟这个是没有什么关联 不过这个还要确定要快 那 其实宜蘭 宜蘭 宜蘭宜蘭县卫生局 动作已经是非常快的 昨天晚上一确诊之后 就说 一确 就说一有这样的一个阳性的案例 他们大概就是测测 我看起来是测 荷叶 未知未眠 然后他没有办法匡列到那么多的人 那立即也都送财 两批财都出来 那当然后续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 部长好TVBS提问 想问一下说那个室内场所一百人以上要禁职 那想问一下如果像是婚宴或者是那种吃到饱的餐厅都是两三百人 那像这样子的活动还能举行吗 第二个想问一下说这个周六就是那个国中会考了 想问一下说防疫的方面有哪一些措施吗 谢谢 在国中会考 那教育部这一方面也办得非常有经验 那一直跟我们也有相关的合作 所以会考不会停 会考不会停 今天早上我们也在相关的单位也在研究过 那基本上 还照以前就不能陪考 那相关里面市场那当然要维持他一定的通风 那大家要戴口罩 那至于可能有风险的 依风险的分级 都在不同的教室 那单独的来考 部长想问一下就是说 在华航这一边当初有说现在因为有清零计划的关系 所以运量大概影响到的只有一成 那但是就是怎么 之前 部长你这边有说如果是14天 好像会倒吗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落差 我刚刚跟大家说明过 就是说如果照着我们本来的居家检疫14天 那就是 全部召回居家检疫14天 那这样对整个运量会产生很大的问题 所以那时候这1.0版的时候 我们才会采用 5加2加2 5 7 9 12 14 这样的 希望跟裁检 跟这个 居隔能够并进 那维持一定的 酝量 那再过来我们再看到1183 转给1187 觉得相对的一个传播链 可能再存在很多的地方 所以我们才跟华航还有我们专家 大家一起讨论 把时间拉长来 但是确保最后14天要进到社区前 都要检验阴性 那因为在中间这样的一个弹性就变得比较大 那华航一面可以维持它的运量 那也可以 维持 都回到社区的时候 那大家都是安全的 所以这样子一个对两方面都好的方法 只是对基础员在这样的一个检疫时间就被拉长了 部长好 就第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今天有 就是这个防疫的升级 从原本应该是第0级 现在变第二级 那就因为近期就是是法说会的旺季 我们会要求一律这些公司要改采线上法说会 还是说规模压在百人以下 就可以继续办尸体的法说会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会不会建议上市柜金融 等大型的公司来思考 启动异地办公或者是员工在家上班的 这种超前部署的措施 那第三个就是说依这个指挥中心的 评估 因为目前是在第二级 是不是有哪些休闲娱乐场所有必要 需要列入第一波要关闭的地方呢 目前我们还没有 那大家知道我们就 本来就有一个企业指引 包括要监测员工的健康 医地上上班分流 等等的都有 但是目前还没有到那个情况 不过我们会发布 那从企业开始来 做一些参考跟准备 那第二在目前为止 我们都没有就是说要直接来 哪些场所直接要来停 我们要来看就未来还有没有落实的戴口罩 能够保持社交距离等等的一些要求 那再有相关的一个 监督的单位 再来进行这样的一个 来检查 那另外在法说会部分 当然是100人以下 那当然如果要超过100人 那就主管 单位是经管会 相关的主管单位要核准他的防疫计划 那譬如说一定要才用梅花做全程戴口罩 那换句话场地可能要变得相对的很大 要不然就要维持在100人以下 想请问一下就说 那个清零计划2.0的部分 有分为风险组和安全组 那想请问一下 就说风险组指挥中心是说在14天内 人可再度派飞 那相关的一些间隔 就是说他们飞回来之后大概要间隔多久 才可以再派飞 有什么样一些条件 还有就是说针对这些可以再派飞的机制 他还是可能会到国外有一些风险 有没有针对一些机组员的个人防护 或是说一些国外的外站的动线 有做一些加强的一些措施 个人的防护的概念的加强跟外站加强的管理 这是必要的 没有这个 这是一个 基础 如果那个外站都没有办法管理好 那就不断地 进入一个风险很高的区域 那永远都没有办法清零 然后第二个是这样 这飞航 他都有一定的规定 每飞几小时 长班他要休息多久 然后再派飞 然后再休息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稍微 排得密集一点 就不要派 就派了一个长城 就休个四五天 然后又派飞 那这样对他的时间是一个浪费 四足的休息的时间之后 那就再飞 那因为机组员在飞航 潜舱机组员 他在每一个月 都有规定一个飞行的上限 所以我们希望他在前面把这个飞行的上限 再有适当的休息 合乎航空法的一个规定 那适当的休息 那把它密集飞了 飞得到他的 一个差不多够他的一个上限的时数 然后就进入我们的检疫期 那十四天之后 那就可以出到 进到社区里面去 那我们希望他进到社区里面 我希望航空公司还能够给一个价 那然后再回 回来 等于又再重启一个这样的一个轮回 那或者他轮回 他确实这样做得很好 那可能就从 这风险组在一个轮回之后 就会进入到安全组 那安全组将来他再进到社区的要求 就会跟原来一样 但是我们现在也并入要打疫苗的要求 不长 开始